你今天修了什麼東西? 直升機 不過 修了一樣張沒丟 因為那個 其實 因為是 壞掉電路板 之後買電路板 需要錢 所以那個老師不可能 生一個電路板來給我 我覺得玩具醫生就是 玩具的在利用 其實很多玩具它在玩的過程中 因為是小朋友畢竟都會摔到 或者是撞到 或者是儲存方式比較沒那麼適當 所以就會潮濕然後壞掉 主要目的就是教學生 他自己可以修理好他自己的玩具 動手做的過程中 讓他學習這個玩具的原理 那或者是這個玩具 它什麼原因發生了什麼狀況 那檢修步驟應該是怎樣 讓他在過程中去學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這一次是那種電線或關於電池之類的 可是上次的話是就拆解一下 然後就了解水壓之類的東西 這個活動可以藉由小朋友 可以去把他的玩具 可以更了解它 如果去壞掉的時候可以去做一些修理 可以協助小朋友來主動可以修理他自己的玩具 那可以更加愛惜他自己的玩具這樣子 在我們這一次的活動裡面 我們比較著重是希望能夠帶著玩具的主人 這小朋友自己本人 然後一步一步去嘗試修復 但是孩子們在他們在修復的過程當中 就像之前有一個小朋友 他其實看到他的玩具被拆解的時候 他其實就很難過 對 那我們希望能夠讓孩子能夠跟他的玩具 是有一個感情的連結 然後就是即便沒有修好 但是他已經努力去把它修復這樣子 說真的他們來這邊學東西 說真的應該明天就忘記了 只是說來這邊主要是讓他們體驗一下 這個感覺 不然說真的修這一次 你說以後都會嗎 不可能 就是來體驗一下 大概東西是什麼樣的邏輯 就這樣而已 對 比較特別的經歷就是說 像有時候 之前有一對是兄妹來這樣子 對 那以往就是哥哥就是很權威這樣子 但是他們在修復的過程當中 結果是妹妹幫哥哥的東西修好了 所以後來他們兩個就變成 有一點點平等的地位這樣子 然後後來媽媽就說 他們回去之後感情就變比較好 因為哥哥就覺得 他其實也是可以跟他拼起拼坐這樣子 對 然後是一個還蠻有趣的一個發現 我覺得好像越小的朋友 他越珍惜他的玩具 那他也會越想要去把它修好 那所以在這個玩具一生 可以讓他再利用 甚至可以幫玩具再做重生 對 我覺得對 小朋友可能他會覺得 又可以玩了他會覺得蠻開心的 那如果說對於一些社福團體 他其實有在租界玩具的話 其實對他們來講 可以再利用 對他們是還蠻大的利用幫助這樣子 因為他們來說 可以玩呢 如果對他們的資料 那就快玩了 不你 很好 好 我們可以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